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么前面呢,咱们学习了周期性的这些数列、数表 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到今期的第二大板块了 也就是复杂的等差数列求和问题 你甭管怎么说,等差数列求和我们应该会了 几个公式来着? 两个啊 第一个公式是和等于首加尾乘以像数除以二 第二个公式和应该等于中间像乘以像数 你要想用第二个公式必须满足什么? 必须满足你得有中间像,你没有中像,那怎么行啊 所以一定得是基数个 对吧,必须满足这个事儿 同时,我觉得同学们,你这些课应该牢记了 老师一直在强调,中间像这个东西事实上可以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就可以相当于这个数列的平均数啊? 对吧,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最简单的等差数列 一二三 一二三的中间像是不是就二 所以它求和就是三个数 求和应该是六 而实际上这个二是不是也是一二三的平均数啊? 对吧 好了,不说这个了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准备进入到我们很严肃的很认真的立题阶段了 来,走起立题的第四题 哎呦,这么大个啊 六位有点庞大啊 不过不要紧,咱们别怕的 说三数按照下图排列用一个平行四边形框出九个数 能否是这九个数的何等于2008 1989 2007 如果能够办到的话 请写出平行四边形框内的最大数和最小数 咱们来观察一下吧 这个数表有什么特点 首先第一个问题 它一横上有几个数? 八个 而且是连续的自然数,对吧? 好,那每横就肯定是等它数列了 横着看是等它数列 那你数着看呢 插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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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数着看是不是也是等它数列 那可不咋地 你一横是八个,一横是八个 那隔一横是不是就插八个 隔一横是不是就插八个 好 横是等它数列 数是等它数列 现在是没有任何疑问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的目标就聚集在这个平行四边形里边了 平行四边形里边 框出来的是九个数 这九个数 我先问问同学们 这个平行四边形里边的九个数 它的核应该是多少 来赶紧的 算一算 这个平行四边形里边的这九个数的核应该等于多少 算对了吗 应该是180 总之有同学说 老师你怎么算这么快 另外有同学说 老师提前算过了 我倒不是提前算 我就看一眼我就知道是180 为啥呀 因为你想啊 你要算它里边的核 三个数吧 中心数乘以三 这是不是也是三个等差数列 中心数乘以三 这也是一个等差数列 中心数乘以三 对吧 其实啊 同学们 我还真不是这样算的 虽然这样算比你刚才那种直接做加法要快一些 我是怎么算的呢 我是观察了一下这九个数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然后就想到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老师是怎么想到的啊 咱们就单纯看这个平行四边形就行了 来 咱们来观察一下这个平行四边形 这个平行四边形 我们来想啊 我画的是不是稍微小了一点 咱们画大一点啊 差不多了吧 先说中心这个数 中心这个数如果我用A来表示的话 那前面这个数是不是就是A-1 后面这个数就是A加1啊 好 前后有了 对吧 上下这两个数呢 上下咱们知道 上下差几来呢 差8 所以上面那个数是A-8 下面这个数是不是就是A A加吧 好 那这时候这个数 这个数 这个数 以及这个数 这个数 数都表示出来了 再表示表示 第一行的后两个 第一行的后两个 是不是就比第一个多1 再多1啊 多1就是加1 加1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了A-7了 再加1就变成了A-6了吧 好 第一行结束了 看第三行 第三行是不是往前倒 还有两个 往前倒就是少1少1 那就是A-7 不是A-7 是A加7 那再往前倒再少加一个 那就是A加6 是不是就是这九个数 数来求和的问题 你现在反应过来老师求和为什么那么快了吗 还没反应过来 你会发现这九个数在求和的时候 减8加8 减7加7 减6加6 减6 减6加6 减1加1 减6 减6 都抵消掉了 就剩下什么了 是不是就剩下9个A了 就剩下9个A了 那求和不就是A乘以9吗 对吧 所以我瞬间就做出来了 和180 明白了吧 其实你明白这个事呢 我们这道题的答案也就差不多出来了 咱们来想 按照老师刚才所设的方式 设中心数为A 那这九个数的和 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9A 你一旦写成9A 刚才人家问的是什么 人家问的是 有没有可能等于2008 有没有可能等于1989 有没有可能等于2007 很快你就可以排出 哪个是不可能的 哪个 9A 9A 9乘以A 那9乘以A 是不是说明这个和一定得是9的倍数 谁不是9的倍数 对的 你 出去 因为它加在一起等于10 10不能被纠正出 所以2008 是不是就不行了 那因此 我们就可以说了 2008 不能被纠正出 2008不能被纠正出 那现在还剩的是谁啊 还剩的是1989和2007 对吧 那是不是就说明1989和2007 就是我们想要的答案呢 这我目前还不敢说 咱们来想一下 既然和不能被2008整出 和不可能是2008了 那我们的目标 是不是现在就锁定在这个1989和2007上了 OK 那这两个和的中心数也能求出来吧 这没问题吧 来 自己求一求 这两个中心数是谁 求出来了吗 如果你求出来的话 这两个中心数应该一个是221 一个是223 我在这补充一句啊 因为有同学一直没看出来 实际上这个数表是没画完 后面应该有省略号啊 就是你这个平四边形 往这移一移啊 那核就变大 你越往下移 是不是那核就越来越大 对吧 好 回回头来 咱们接着说 现在你求出来的两个中心数 一个是221 一个是223 那按照这种道理 是不是我们就会找到两个不同的答案 那这两个都可以吗 咱们来想一想 我们找的是中心数 现在求出来的是中心数啊 这个中心数 无论在哪都可以吗 仔细想一想 你会发现中心数不能在第几列上 中心数往前 是不是还有两个数啊 往前是不是还得有两列啊 所以中心数最最最最靠左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在第三列上 那往右移呢 往右移你会发现中心数右边 是不是也得有两列的空格 你得给这些数 是不是留出空来 那所以中心数往右 最右最右 你不能超越了第六列吧 如果你超越了第三列和第六列 那有中心数 你也求不出来 其他的数啊 对吗 好了 那问题来了 这两个数哪个不符合提议呢 怎么办 对就得看 这两个数在第几列了 你要想研究研究这两个数在第几列 八个数一行 八个数一行 你就看看它在第几个位置 是不是就可以了 来先看第一个 用221去除以八 三27与5 三27与5的话 说明了你这个中心数 是不是应该在第五列上 那第五列的话 你看 说明中心数在这个位置 那九个数 是不是就肯定可以框得出来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223了 223去除以八的话 三27与7 与7的话 说明你这个中心数啊 你这个223 是不是应该就位于 第七列上了 那位于第七列 你可瞅准了 位于第七列 你框九个数 我看看 是不是就漏了一个数啊 我画的有点偏了啊 这个 有点长得畸形了啊 总而言之 你上面这个地方 是不是漏了一个数啊 框不出来 所以啊 不可能 那因此我们的答案 越来越聚焦了 中心数我已经找到了 是21 他问什么来着 最大最小 对吧 要想求最大最小 怎么办 最大往下加吧 最小往上减吧 是不是出来了 所以最大最小 这两个数 应该就是29和213 好了 同学们 这条题目 现在听明白了吗 讲了这么长时间 我估计你听的 应该也差不多了 好 咱们回顾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利用中心数 是让这道题目的核 完全可以写成 九成立啊 中心数的形式 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中心数啊 九 哎 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核 是不是也就是 中心数的九倍 也就是中心数 应该也可以看成是 这九个数的平均数吧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核可以写成九成立中心数 第二个问题就是啊 是否每一个中心数都存在 我们怎么看 是否存不存在这个中心数啊 哎 我们分析发现啊 这个平四边形 你在左右移动的时候 中心数不能过左 也不能过右 如果左边你超过了第三列 你再往那移 是不是就框不出四边形来了 如果中心数超过了第六列 你再往右移 是不是也就框不出完整的九个数来了 对吧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道题 是不是就排除掉了千难万组 排除掉了那些错误答案 最后终于找到正确答案 1989了 啊 多啰嗦半句啊 关于被九整出啊 不会的同学 往前翻一翻 啊 被九整出看什么 看数字核 好吧 好了 记得记啊 两条